大家好,我是麦妈 一步一脚印的来到我的房间 真心觉得我为了吸猫 真的卑微 接着我拿出他最喜欢的粉红小铁书 开始帮他说猫 他果然出现踏踏的动作 我他妈养了你快十年了 你从来都没有对我出现采奶的动作 你他妈是因为不想采 是因为我没有奶可以采 瞧他的指尖心晕流水 光化出人性对爱的失望以及绝望 深深的让我体悟到 小兽不读书长大玩抖音 小兽有读书长大吸猫咪 千金难买早知道 罐罐肉泥不可少 但我真心觉得我俩的感情 不应该建筑在物质与金钱的欲望之上 那岂不是万恶的深渊白病的源头 接着抚摸他的下巴 这个是他们的据点 如果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看起来很奸诈的时候 那就是差不多已经爽到高潮了 当他的表情越奸诈 就表示他越舒服 越舒服他就会看起来更奸诈 接着终于到了要喂肉泥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条肉泥不能解决的 如果一条解决不了你就买两条 由此可见猫咪是一种非常宽容又伟大的食物 他们诚实不虚伪 要打你就真的是打你 没有在开玩笑的 另外猫咪虽然高傲 但是他们不做作也非常贴心 对于日常保健也有杰出的贡献 每天不辞辛劳 凌晨四点不用转到闹钟 就一定会叫你起来 就怕你他妈的睡到一半直接登出 好了讲了那么多 我他妈的终于跟他和好了 他也他妈的终于睡着了 你看他睡着的时候 多么的可爱多么的无害 猫咪就是这样 不管他多么只要他睡着 你就觉得哇哦 做什么事情我他妈的都无所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 常常有人问我 爱是会消失的吗 我是不知道爱会不会消失 但我他不知道 如果你再不去买肉 你跟罐罐 你等一下就准备消失了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富裕 最后 最后 水 我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